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俄罗斯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邮轮 内战抗日持久的屠杀 共产党寡头统治的阶层施行令人窒息的教条式教育 由所国与全世界隔离 它的破坏式计划经济完全不管生态 造成了环境和人民健康极大的和害 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 在1990年年代中期 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几年 俄罗斯新生的婴儿只有40% 可以健康地平安生长 有五分之一的小学生 都有不同程度的心智 持制征壮 男性平均寿命降低到57.3岁 而且俄罗斯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俄罗斯除了军事 社会状况 完全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 苏联主体的俄罗斯都这样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的加盟共和国 只会更加惨 所以脱离苏联的东欧国家 好像捷克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都非常痛恨共产主义的极权政治 另外4月1932年至1933年的 乌克兰大饥荒 那里约有700万人 经历史考证 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有计划 这样种族灭绝 这个也都说明了乌克兰 为什么如此抗拒俄罗斯 英勇为国 不怕牺牲 不计成本 这样反抗 俄罗斯 乌克兰都这样了 另外一个大国 更深 最悲惨的就是这些撕横遍野 饿死的人 这些照片 多如行河沙手 你一定或者不敢 或者不饮心去看 这个就是 共产党主义 的危害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最终share 订阅课 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Patreon 大飞安妮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